中信兄弟 新挑選 中信兄弟 總會選 中華職棒中信兄弟隊 在台中開訓 包括新任球團董事長 謝明星 領隊楊培鴻 總教練謝長亨以及全體球員 都到場參與 先前備受爭議的 原領隊李文斌也沒缺席 但未來將轉任顧問 專職向下扎根 中職準會長吳智陽 同樣到場觀禮 並為球團獻上祝福 台中真的是好地方 天氣果然是最適合開訓的地方 我們也希望中信兄弟在這邊 搶得頭籌然後開出紅盤 今年有好成績 我認為我會全職的來投入 大家應該可以看出來 我是把它當一回事來做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念法律的背景 過去政府管理的背景等等 應該是有助於職棒網正確的方法來發展 新球季中信兄弟 除了規劃六十場主場比賽 將預留二十四場 在台中球團任養的週季球場外 領隊楊培鴻也操勞 未來他們計畫在此增建周邊設施 但考量兄弟球迷遍佈全台 主場賽事的分配近半數 人會保留給新莊或天母 從來沒有定位說兄弟隊是北部而已 所以我們希望說 既然我們球員這麼多 球民這麼多 我們希望從台中這點先當打地基 當基地 那我們絕對不以台中為滿足 自己在週季週季的表現也算不錯 我希望說今年如果有很多比賽在週季的話 希望不管自己或是球隊的成績 都會用個非常亮眼這樣 無獨有偶 同一天同一師 也來到屏東墾丁展開春訓 展望新球季 統一除了新簽下大聯盟資歷的 美籍打擊教練 加上有日本一經驗的首席教練郭太元 補助球員 包括投手陳韻文等新秀 也將是球團重點培育目標 需要你我他 需要你我他 除了相對嚴肅的開訓儀式 統一迎接菜鳥的洗禮也相當吸睛 陳韻文楊家維等六位新秀 在泳池旁打扮成科學小飛俠 模樣搞笑 還得在十九度低溫下跳水 這犧牲挑戰還真不小 中央社記者張欣偉 吳嘉生 台中墾丁綜合報導 陳韻特 警!!!! 谢谢观看